OK 在我們今天2013HITO流行音樂獎的頒獎典禮的幕後花絮 我是耐玩DJ布萊恩 接下來要訪問的這一位 我不曉得他是一個人來還是24個人一起來 他就是Will 潘瑋國 怎麼樣這個開頭還不錯 24個比例對不對 那邊都排到那邊去 對啊 24個人 不要這樣講 歡迎瑋國又來到台北小巨蛋 再一次來參加我們的HITO流行音樂獎 先聊聊造型好不好 我覺得這個造型非常的搶眼 因為其實我剛剛看到你走過去好多次 你每一次經過我都有看到 又紅又金 你看 沒有沒有我剛剛才換的而已 好歹 沒有啊但你剛剛走過去好多次了 你知道嗎 今天的這個造型是自己打理的嗎 還是 算是吧今天就自己去弄了一弄 然後就是 就是為了這班典禮設備去準備了一些 這個 行頭對不對 對 我們知道每一次來參加這個 我們的HITO流行音樂獎 好像潘瑋國在後台都是非常非常活躍 因為看到很多的好朋友 總是情不自禁的會去打招呼這樣對不對 對 因為你也知道 我主持人VJ出身嘛 你知道嗎 所以這些所有朋友們都以前 今天看到了誰啊 好像看到了黑人 很多啊黑人 然後范范嘛 心靈 然後自由發揮 文英 對 那就根本嫌不下來啊 對對對 所以就還看到蠻多朋友們都要一一去打招呼 所以今天是從大概傍晚就會開始一直不停的就是聊天啊 然後準備自己的表演啊 他在表演之前就開始要收斂一點了 收斂一點 比如剛剛跟十個講話 可能到開場前 就我要上場前 可能只能跟三個講話 對 那個今天一開始就是先頒獎對不對 還有演出對不對 對 我從來沒頒過這麼多獎過 七個獎獎 所以你現在就了解頒獎人其實不是一件那麼好當的事情對不對 對對對 而且就是到後面會有點搞糊塗了 搞糊塗了 而且一次拿七分 那很緊張 對 要那個順序要排好 對 怕說順序不對 或者講錯名字或什麼 都是非常的 你知道 會覺得很 各就是不是 愧疚 愧疚 那在這一次 剛剛已經表演了對不對 還沒還沒 因為不好意思 我也是這個忙進忙進忙進 待會兒的這個演出跟我們聊一聊 有什麼樣的有趣的橋段 其實這次就特別早 因為其實24個比例在做的時候 我們是有弦樂跟有唱那種像是以前那種 那種很古代的那種唱 有一點點Gothic的感覺 有一點哥德式的感覺 對 我們就這邊找了那個唱詩班 唱詩班喔 對 唱詩班一起來合奏 有一種福音班的那種感覺 是不是 OK 所以是先有唱詩班 但是後來還是進入到了這個副歌 還是要該跳的也是少不了 該跳的還是可以跳的 多一點不一樣的表演風格 所以在這一次的這個演出 一定要讓所有的觀眾朋友要拭目以待 接下來呢 這個24個比例這麼樣精彩的專輯之後 接下來還有什麼新的音樂上面的想法跟計畫呢 最近就在開始寫新專輯嘛 那當然新專輯還有很多的一些想法 正在籌備當中 所以希望是今年的年底 或是明年 明年初跟大家分享 今年的年底要加快腳步了對不對 好 那我們當然也非常期待 來自於Will潘瑋博的接下來的新的音樂計畫 還有待會馬上要登場 在我們2013HITTO流行音樂獎頒獎典禮上面的演出 謝謝潘瑋博 感謝你 大家好 我是潘瑋博 隨時關注HITTORadio.com 我們就能看到我更多的獨家影片 嗯 Всё 張小姐 你 你 你